北京时间1月2日 新赛季第一周各项比赛将陆续进行正赛首轮的争夺 WTA500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网球寻回赛 张帅和郑清文将出战阿德莱德女单正赛 其中张帅将率先出场 对手是世界排名第20位的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瓦 双方曾在去年年底的东京赛半决赛有过一次交手 萨姆索诺瓦两盘战胜张帅后晋级决赛 并在决赛中战胜了郑清文夺冠 俄罗斯选手出色的发球令人印象深刻 张帅之前曾经连续参加了三战125K级别的单打赛事 取得了四胜三负的战绩 最好成绩仅为八强 状态并不十分出色 面对实力更加强劲的萨姆索诺瓦 张帅晋级的机会并不很大 好的消息是 张帅在先前进行的女双手轮比赛中 搭档俄罗斯选手亚历山大罗王 已经顺利晋级八强 希望能够带动下单打敌状态 WTA250 澳大利亚奥克兰网球巡回赛 该战比赛共有王熙 与王兴渝和朱灵三名中国选手 依靠世界排名直接参加正赛 正赛首个比赛日 朱灵世界排名第84江帅先出场 挑战赛会6号种子 美国32岁的老将布伦格尔 世界排名第57位 双方职业生涯曾经有过两次交手 各胜一场评分秋色 这都是双方本赛季的首场比赛 都需要实战来适应比赛节奏 期待朱灵能够带来好消息 比赛被安排在中心球场首场 计划于北京时间1月2日实施进行 ITF40K 泰国暖无礼服网球赛 ITF40K 泰国暖无礼服网球赛 将进行女子单打资格赛决胜轮的较量 两位中国选手马耶鑫世界排名第447位 和李宗玉世界排名第568位 将同事操歌 争夺一个正赛名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